针对市议员关心市政府提出电动机车草案的问题 机动市长谢国良强调 采购时当然要符合法令规定 不能指定特定的厂商品牌 但是议员们关心是否为Gogoro 当然也有可能 同时也一并回应解释议员质疑 他在竞选证件内容中 提到所谓有免费赠送的问题 品牌 他在品牌的知名度上 并没有像Gogoro这样子的一个品牌知名度 但在现实上 在安全迅速上 在马力扭力上 甚至在交通事故的一些基本的数据上 我不认为这些主要厂牌 我们举例 我曾经办过一个票选 在我的脸书上 甚至现在还在基隆客运的车体上 其实是有列出了国内的三大厂牌 来做这样的评选 因为我自己认为 我不能够指定厂牌 如果我指定单一厂牌 我个人认为 我的确是有法律上的意义 我们目前就是 运用我们地方政府的三万元补助 以及我们中央政府的一万元补助 我们四万块希望拿给他以后 他就给我们做出一样四万块的机车 所以对于这些青年朋友来说 我们希望他的实际付出是零 或者是说非常少 差只有一点点 等于是零 一个这样的概念 他们也跟您在报告 就是说 我真的没有用 送这个字 在我的一些基本的文宣 太样呈现 但是我有讲免费提供 那免费提供在我的认定就是 不要出钱 不要真正出到新台币 或出了这么就 一点点几百块台币 一千块台币不到 这样子我认为跟免费提供 在字役上 其实是相差不远 但重点不是在这些细节 重点是在说 我觉得我们基隆 应该成为全台湾 入口最友善的城市 所以我推行人友善 我同时也认为说 我们在近零潭 碳排放 这样子的一个策略跟政策 我们应该要 甚至超越双北 甚至要超越全国 让基隆可以成为 其中一个在这个方面 可以可以号称说 我们现在基隆在这方面 是number one的一个城市 市长强调 这次是工业级的合作 是量身定造 规模是全国最多 一定会要求打造 适合基隆市地形 快又不会太快 又安全的电动机车 它基本上是一个 工业级的一种合作 所谓工业级就是说 我们其实 我们基隆市 就已经等于 我们是一个机车厂 我们只是叫 这些厂商 来帮我们代工 生产出一条 专门用他们的生产线 帮我们生产出一条 属于我们城市 自己有的一个机车的 一个一批的产品 所以任何过去议会 或者是包括我们自己的 这个空灶科环保局 在用零售的方式 所发现的这些问题 其实我认为 都并不是我们在未来 有可能会碰到的问题 我们会碰到的问题 我们比较希望 能够在一元先进 提点我们的情况下 我们把它列清楚 这一次的这个合作 是量身定造 这一次的规模 是全国最多 所以我们绝对是有 这样子的能力 甚至要求它开发出 一条新的产品线 然后让那个产品线的 一个prototype 就是原创 让我们甚至让议会 能够理解到 它的马力是多少 它的这个扭力是多少 它的0到60加速是多少 它的刹车的性能怎么样 有没有符合刚刚议员 所垂询到的 爬坡都有问题 如果爬坡都有问题 这不是一个 我们应该要采购的电动机车 基本上我跟大家报告 我们的确在最近 是有守住了一个财政原则 也就是说 我今天不管是采购一万台 或是一万五千台 我们在财主两方面的认证之下 我们原则上 还是可以做到一个 还债的一个情况 而这个情况 是在选举的过程中 感谢议会的各位先进 对这个事情 也都相当的关注 我们希望 我们不要因为这个政策 能够影响到财政太多 而事实上 我觉得只要能够 从林市长交给我的时候 我们的负债比 我在短期两三年内 我尽量不要来做 任何的增加债务 也就是说林市长 他在卸任的时候 他把他的债务 多少他给了我 我尽量就承接下来 我不一定帮他还债很多 但是我尽量在两三年内 不要增加负债 市长谢国梁感谢议员们的 各项提点和建议 也由衷恳请基隆市议会议员们 可以共同支持这项好的政策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是什么